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今天起 一定要跟我保持距离 如果你看到我 就一定要晚上躲起来 我如果接近你 你就使劲地跑 听清楚了吗 你们我已经决定了 从现在开始 我再也不会跟你见面 隐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隐忽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白欣欣 从现在开始 你好好地听清楚我讲的话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不管你现在和谁在一起 绝对绝对要打起精神 一定不要被任何人夺走你的意志 你一定不能输 要坚强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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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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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拿 拿瓶酒 我看下心 妥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ijino 前面前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雪先生 您的糖水来了 正在餐厅用餐 您要不要跟她打声招呼啊 您这个样子 要不先泡个澡吧 我给您放水去 我对这个人 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这个人 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闲言碎语 特地把我叫过来 这哥尔夫球场的事情 不是我先挑起来的 是吗 要是没有另一个巴掌的配合 我一个巴掌拍得响呢 你跟她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你还没摸到门道吗 避开不就得了 你以为我没有避开吗 可人家非要上杆追上来 你倒是把自己推得挺干净啊 你怎么不说说 我为什么追上去啊 这么多人面前大声地说话 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孩子 是哪个集团的 我绝丢人就避开了 大家装得不认识哪个多好啊 可你倒好 非抓着我不放 闹个没完 这让我怎么避开嘛 你真会恶人先告状啊 好像自己很无辜啊 你敢把那天说的话 当着妈的面再说一遍吗 伯母你听见了吗 啊 像她这样来路不明的女人 就是这么不可理喻 见人就养 啊 啊 就瞧不起你这种啊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两面派的人 你不就是受不了别人压着你吗 啊 谁要是比你强 你就非得把人拉下来 反抗你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赵曼的死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你以为赵曼死了 你可以高枕无忧了 没想到因为我又睡不着了 你嫉妒的眼红 伯母 他 他他在胡说些什么 是啊 在你们面前我是个恶人 可是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你到底善良在哪儿啊 伯母我实在不能理解 像您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与您是和这种人 住在同一个屋园下 难道就因为他生了个儿子吗 可从法律上来说 易甄不是赵曼的儿子吗 你再说一遍 即便是为了易甄好 也不可以这样忍 他跟大嫂比起来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他实在是不配做易甄的母亲 我十月怀太生的儿子 凭什么就成了赵曼的孩子 活人之间的事 老蠢一个死人干嘛 不要再说了 让了长眠人的清酒 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人 带着你的儿子走吧 我知道那个老太婆呢 根本不想把神氏集团交给易甄 他还幻想着 等你醒过来 把这一切再归还给你 所以啊 沈淳 我改变主意了 我认为接替沈氏集团的人 不是他的儿子 而应该是我的儿子 我就知道您得这么说 话又说回来了 那死人又上哪儿说理去呢 哎呀 我还真的很好奇 赵曼这个女强人 在临死之前 她心里会怎么想呢 她会想 我这辈子过得很满足 很有成就感呢 还是会想 咱们走着瞧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你 能不能不再说了 妈 说实话 我还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家 离不开你 我不会像诸葛孔明那样一张嘴 说死亡的 但是我这张嘴呢 也说不好把一个发展不错的企业 说得一夜之间碰塌了 这也说不定啊 你说我怎么放心得了我这张嘴就这样 出去了呢 那不就变成定时炸弹了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碰炸了 给我闭上嘴 沈氏集团的事情 哎呀我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那些 见不得光的秘密 倒也是 妈 要说像我这样的人呢 被悄无声息地处理掉 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你想过了吗 我儿子沈亦真要是知道 他妈妈出事了 会善罢甘休吗 要是那个孩子的记忆找回来了 还不知道多少人日子不好过 想要大家都好过 最好不要让我胡乱说 所以就不要逼着我轻易开口 你真 你干嘛呀 你要干什么呀 你别拽我 你放开我 哎呀你看 干嘛呀你 你都弄疼我了 你看 儿子 妈 我应该知道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 什么什么秘密啊 曾经 在沈氏集团发生的秘密 那些不为人知的 见不得光的秘密 虽然我现在还想不起来 但是我一旦想起来 会让很多人都不好过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 你告诉我 你说的是那个呀 那是妈妈骗人的 主要是为了吓唬老太太 你看出来了 你妈在这个家 一点地位都没有 我要不编出点把柄来 让他们心虚 那妈妈不得被他们欺负死啊 还怎么活下去 那 那也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吧 一定发生过些什么 你告诉我 哎呀我的儿子 你也太天真了 你想想啊 谁家能没点隐私 哪个人能没有弱点呢 妈妈给他们编点小把柄 让他们心虚 就别那么放肆了 妈这么做 还不是为了保护你啊 这是妈妈绞尽脑汁想出的计谋 不要当真啊 没什么秘密 儿子啊 妈听说你在董事会表现得很棒 不愧是我儿子 嗯 好 妈告诉你啊 你要好好工作 不要有杂念 至于那些什么元老啊 他们呢 那都是盛气凌人假招子 根本不用在乎 他们没什么能力啊 你只要巩固好 你在沈氏集团的地位 未来董事长一定是你的 嗯 儿子 哎 儿子 干嘛去啊 你还没吃饭呢 好看啊 好看啊 海外 itä 沈亿真 我是白星星 从现在开始 你好好地听清楚我讲的话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不管你现在和谁在一起 绝对绝对要打起精神 一定不要被任何人夺走你的意志 一定要跟我保持距离 如果你看到我 就一定要马上躲起来 我如果接近你 依旧是金的吧 可是很有可能 他不是随昊玉 他是沈亿真 你一定不能输 要坚强 好吗 你怎么不跑了呢 你为什么不跑了 不行了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 快休息休息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我要是有你的体力 你的一半该多好啊 你这么有劲儿呢 好了好了好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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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哎 仁哥 你入出版社这行年数不短了吧 你帮我查个资料行吗 我再说了吧 这个 要想说 没问题 抱歉 我知道了 喝一吐了一瓶酒 突然间 既然知道回来晚了 既然告诉我改天在于 这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尊重 好吗 你这不是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继续工作吗 真够以自我为中心的 你根本就没有真心觉得抱歉吧 谁让你心机这么善良 永远都会原谅我呢 算了 我都快饿死了 快点菜了 竟然让你点呗 干嘛等我呀 我先点 那是让大家都看到我是个被放鸽子的人吗 本来还想叫一真过来打发一下时间呢 可是她不接我电话 还真是会利用你的青梅竹马呀 这醉酒的司机 购物时的搬运工 生气时的出息筒 这也就罢了 她要帮着你打发时间 我可没有强迫她 是她自己愿意 你给一真打个电话吧 总经理的电话她肯定得接 她如果还没吃饭的话 就叫来一起吃好了 哎呀不信的是 我们的发小 今天无故缺席了 缺席 沈一真吗 怎么可能 但是确实如此啊 你不觉得一真最近有些奇怪吗 其实是最近 从小到大 我就给人家怪怪的 随他去吧 这小子最近谈恋爱的 估计忙得焦头烂额的 恋爱 沈一真 和谁 谁家的女儿 反应这么激烈 是什么意思呀 没有了 只是 就算一真现在已经是 沈氏集团的领导 可是女方一旦知道她妈妈的脾气 恐怕也不会轻易允许 女儿跟她交往 所以也不是什么了不起人家的女儿 就是个医生 医生 普安医院精神科主治医生 白欣欣 阿淳 就 kunna 还要脱朝 你抓住吗 我看它 我可以抓住 让你抓住 那个 你抓住我 用你的疾心 不是吗 你帮助我 帮助我 你帮助我 再帮助你 医生 担心了你一晚上 你跟他联系了吗 我今天就不回公司了 紧要的事情 我已经处理完了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后续的收尾工作 就拜托你了 又发生什么事了 其实 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危险 在我身上 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 这是我第一次 亲眼目睹其他人格出现 还有 出现了新的人格 我不敢完全肯定 但 但应该是没错 这次 不是最后月 不是朱长江 也不是孟小军 而是一个小孩子的人格 那你最近有没有受到过 什么比较大的冲击啊 或者是发生了什么 能够刺激到你的事情 就比如说 跟你童年时期有关的 没有 不 我 我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 我现在不敢确定任何事 我 我脑子很乱 别着急 别着急 尽快过来 尽快过来啊 过来以后呢 咱们再好好详谈 好不好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 精神分裂了 我 我 会不会变成疯子 你一定要相信我好不好 尽快过来 咱们详谈好不好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审视集团的事情 我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那些 见不得光的秘密 要是那个孩子的记忆 找回来了 还不知道多少人 日子不好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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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出他们所有的秘密 也许 就能够找回我所有丢失的记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天真 就凭你 也想找回那些记忆 自不量力 既然你知道我自不量力 那你为什么还要特意出来提醒我呢 是怕我如果 找回了丢失的记忆 担心你自己会消失呢 就算你能找到 你也没有那个能力 去面对那份痛苦 到时候 会消失的 依然还是你 痛苦 我丢失的记忆 和痛苦有什么关系 事到如今 找回那些尸弃的记忆 还有什么用 那些想起来的记忆 是上天 对你的恩赐 你就知足吧 我为什么会痛苦 回答我 我为什么会痛苦 你回答我 那我就告诉你 一切的真相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 失去的记忆 就把它埋起来吧 像以前一样 安静的 可有可无的 颓废的 活下去 你在说什么 你 我 你在说 说什么 你把话说清楚 你在说什么 想起来了吗 那时的你 和现在一样 同样无法执念那些痛苦 是我 一直代替你 面对的那份痛苦 如果不是我的话 你会一直在痛苦中挣扎 你 早就死了 做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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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 Animal 我什么amental想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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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à小燕 不frage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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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死 从现在开始 这个身体的主人 是我 因为是我 先找到的他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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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有兩種空間 我是沈一臻 一切平安 之前让你费心了 真是过也不去 我现在就在医院门口 希望能见你一遍 沈一臻 这么快就忘记我的眼神了 崔浩玉 冰狗 真遗憾 我不是你想见的那个人 所以刚才发信息逗我玩的人 也是你是吗 因为有必要确认一下 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 你说的这是什么东西 你干嘛呀你 你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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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放手了 你还放手了 你放手了 我们俩砍一砍了 最后别扰我 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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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期间擅自离港 我是会被医院处罚的 你知道吗 这个 是你的车吗 看来 你很喜欢红色喽 你真偏哦 我不会看淡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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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你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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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说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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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某些契机而强大起来 很可能就会与主人格 在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 一起出现来控制主人格的行动 严重的话 甚至有可能同时控制 主人格的意识和行为 沈云震 沈云震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吓坏了 缩成一段睡着了 一时半会想不回来 如果你想叫他的话 那就跟我走 疯狂 疯狂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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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喂养妞妞 妈 你听到我说话没有 我生气了 妈 妈 我跳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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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时间不太多 所以 要把所有放在我的东西 全部除掉 我 我还没扔呢 我还没扔呢 你还要带我去哪儿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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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 崔昊月把白医生给抓走了 抓走了白医生 有人看到一个 长得跟沈亿珍一模一样的男人 开车把白医生给带走了 可是崔昊月为什么要抓走白医生呢 这我也不清楚啊 据目击者说 对方的局势很粗暴 所以我怀疑是崔昊月呀 白医生现在有危险呢 赶紧报警吧 你也知道 这样 一真和审视集团 都会陷入公关危机的 那就不管白医生死活了 我也能找人再处理了 请您给我一点时间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哪 算上上次仓库爆炸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崔昊月有多么的危险 难道你忘了吗 再说白医生 她毕竟是个女孩子 你干嘛呀 你干嘛带我来这儿啊 给你选择的机会 你连打电话的机会都不给我 你还给我选择的机会选什么呀 是沈亿珍 还是我 不可以两个都选 只能选一个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沈亿珍和你不都是一个人吗 闭嘴 我不是沈亿珍 难道你就这样 眼睁睁地看着沈亿珍去死吗 如果你现在从这里离开 她就一定会死 你别忘了 我和她可是一体的 如果我死了 她也会一起死 你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 刚才我说的话你没有认真听 我说了 我说了给你选择的机会 快点下定决心吧 这里面 这里面 到底 会发生什么 你难道一点都不好奇吗 到目前为止 没有发现崔浩月对女性和儿童有伤害的记录 所以请您放心给我一点时间 喂 怎么样了 你们到底怎么办事的 那个最后捕捉到的位置是在这个程西 已经定位到这两个目标的手机了 还有啊 这个目标一使用信用卡 刷了一辆跑车 强哥 找到了就是这个 信沟跑车的照片也得到了 在程西新年轻店里发现了目标的证 对 就是这 怎么样了 首先 你们要保证目标二的安全 其次你们要不择手段地控制住目标一 但同时也要保证目标二的安全 听明白了吗 好 时间紧急 你们一定要谨慎小心 抓紧时间 哇 这个酒店怎么气氛看上去 乖乖的啊 乖吗 专门给你挑的 不要挑的 啊 啊 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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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那个 是什么 那个 不会是一只熊吧 是个人都知道它是个熊 所以 为什么会有一只熊 在哪儿呢 你不是很喜欢熊吗 谁 我 我吗 我 我什么时候喜欢熊了 你不喜欢啊 不不不不 我 我 我也没有那么讨厌他了 没关系 那我们 就换一个 就换一个 我看上去有这么 幼稚吗 还是 我的心里年龄有这么 这么小 你不喜欢 不喜欢吗 没关系 那就换一个 抱歉啊 我 我实在是 想不明白 所以我 我得问你一下 你这些 是在搞笑吗 你觉得 我这是在搞笑吗 不不不不 我 我看起来 觉得不像搞笑呢 我才能真准 但我就说 他不像是在搞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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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声音微像了太多 还是我用人自仰 就这样被你一勺而过 那些作废的誓言 努力却也忘不掉 全世界都被你占去了 湖边的梦也沉默在深海 暗夜里思念着谁 眷恋的年华 却只是短暂狂惶 这段的翅膀 遗落在深渊 飞不去漫长的待 逃不过 挣不脱枷锁 词曲 李宗盛 还是我无法刺拔 趁这样沉迷入梦入醉 那些狂热的缠绵 再痛也不愿意忘 全世界都被你吞噬了 湖边的梦也沉默在深海 暗夜里思念着谁 孤独的漫延 是无止境的思念 残着的翅膀 撕着着上路 走不去你给的牢 偷不出这路头枷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